大批消防員派出煙武隊開後灌購起火的鐵皮屋 旁邊三部滑機也都全速開動幫手滑開雜物 不僅如此 消防更出動滅火輪在海面射水 搞到這麼大陣著 是因為鐵皮屋正正就在回收場範圍 本身已經很惹火了 最膽膽就是旁邊就是EXO的油庫 萬一火細波及油庫後果真的不敢想 示範在星期三晚上的十點多 青衣路這間位於EXO油庫旁的鐵皮屋突然露煙起火 消防用了大約兩小時將火救息 事件無人受傷 調查之後起火原因並無可疑